为了好民众了解到西行肝炎风土 昌华夫人下到昌华市公司办了一条西行风土做 请专业的医书来为民众感慨西行肝炎的风土风雪 超过医书的感慨 好民众了解到更严重的关联和风土风雪 希望好民众可以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 主讲医书往场号标示 政府为了国民的健康已经几月了上官的结尾 希望可以在立候25年全民众西行肝炎炎做台湾 而且相关医书也已经变了医生 让民众可以免花大钱来提减治疗 2025年以前我们可以把西行肝炎根除 因为现在有很好的药来治疗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扶我们所有的医民 大家可以来去玩手去检查 你有抽血检查看看你们的西行肝炎 那把它根除 我们在2025年以前把西行肝炎在台湾根除 谢谢 我们西行肝炎要检查 底料我们的医学中心 像张基 像区医院像秀船 地区医院汉民 冠华 还有很多我们的彰化的诊所 肝胆课肠胃课的诊所 还有一些医室检验所 像新中山医室检验所 都有在做检查 那抽血的那个费用就只要两百块钱 你自费的检查就两百块 两百块钱就可以检查 把你一些检查包括西行肝炎抗体 B型肝炎抗原 GOD GPT 它的蛋白全部都帮你检查出来 中华市长林世显表是 台湾的医疗追踪是全世界很优秀的 在全民健保的加持之下 台湾民众可以说是享受到全世界介绍 最多的担求是最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民众一定要检查 注意身体健康 西行肝炎警告统计台湾30万人受到感染 它感染的风险主要是经过书会 煮什么油煮来感染 表现跟比较光阳差不多的同样 在既成期之后 有85%以上会变成万象 甚至有80%以上会专行官业化 最后会变成光阳 为了拍片光阳气息恶化 环架需要两扎治疗 并且配合疑术的机器 做定期的队众和检查 新春华新闻里面红中华 彩虹报登